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3769点 跌幅0.95% 成交金额为幅放大为5600亿元 而OTC的部分呢 则是上涨了1.32点 刷盘指数是281.21点 涨幅0.47% 成交金额呢是1248亿元 好 所以今天呢 有很多的重点呢 其实要来请教一下这个胡伟耀 那么一个是川普交易的冲击 一个是降息交易的选择 第三个是风格转换可能产生的影响 那么我们先从降息这件事情开始说起 因为这看起来是比较明确的部分 目前在FateWatch当中呢 认定9月份会降息的几率已经超过90%了 今天凌晨其实包括了Werler或者是Williams 因为这两位其实都是重量级的 美国联准会的官员嘛 他们的谈话 因为他们都是有投票权的 而且都是有永久投票权的 他们两位呢 都说降息越来越近了 所以在降息更加确定的情况之下 我们要如何的更确定自己的投资的方法 谢谢风云姐 哈喽 先跟各位朋友说声早安 我是暗恋头姓的胡伟耀Jeffrey 那我们先从降息 总觉得好像每一次来一开始 第一个聊的都是联准会都是降息 那其实跟先前几个月我们提 我这边提到的观点我觉得还是没有变 我觉得第一次降息9月的几率是相当高 我觉得是符合现在市场的90% 但直接讲结论的话 我觉得现在市场对于降息的预期是 有点是 不要讲有点 我觉得是过度乐观的 并不是 问题不是出在9月 我觉得问题是出在今年认为预期会降2到3码这一点 对 现在FedWatch当中 就连到12月都认为还会再降息 就是9月 11月 12月都要降息 对 这个就是三年降 这个是最 这个是最乐观的 那可能稍微 稍微降一阶 大概是9月 9月跟12月各一次 但呃 我这边我自己的这个预期 我觉得其实一码的这个机 就是今年可能只降一码 就是说作为这种宣示效益的几率 还是有点高 那我觉得联准会跟降息这一些 其实今年以来它就像是一条绳子 然后我们可能市场就像是那个 有时候跑在前面的这个小狗狗 就是说跑在前面跑在后面 如果我们看就是说市场 市场对降息的预期太过乐观 那其实它可能就会慢慢走向失望 对降息的预期太过悲观 举个例子像年初的时候 大家猜今年降息6到7码 我们那时候其实真的大概 我相信就是说应该 包含在场说大概 大部分的朋友们在内都认为说 这个几率是相当相当低的 但大概差不多在五六月那时候 认为今年就是说可能 可能甚至不会降息 或是说可能只降息一码 那那个我又觉得它是 也不能讲过度过度悲观 那它就是已经到底部了 那现在重新回到这个2到3码 我觉得3码是真的是太过乐观 我觉得一到两码之间 会是比较合理的概念 那支持这个背后的论点是什么 或是我们先回头来看 为什么最近会市场 会对降息预期那么乐观 是因为我们从上一次上节目 好像7月4号 从7月4号到现在 短短大概两个 7月18号短短两个礼拜的时间 我们看到美国的就业数据 跟通膨数据 对于这个鸽派的这个预期 它是太过太过 怎么讲太过雪中 要讲雪中送炭吗 就是说太过激烈了 太过良好 对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 例如说 我们看到6月的这个 6月飞农数据是20.6 20.6万 20.6万其实本身这个 并不是什么很大的影响 但重点在于5月 它从27.2下修到21.8 对那其实你这样飞农 它等于就是说 它这个连续两个月 它有一点这个下降的趋势 第一个就是说 好就业放缓 然后6月的失业率 它从5月的4%上升到4.1 它是2021年11月以来 第一次占到4个percent以上 那老实讲 4个percent以上 它也不是真的什么 很严重的事情 但大家就会觉得就是说 哦我看到 我看到这个就业的情况 它真的明显有slow down 然后大家最开心的 在CPI的部分 6月的CPI是3个percent 那比5月的3.3还低 也比预期的3.1还低 那我们看到核心的CPI是3.3 它也是三年以来最低的 所以我们6月就是看到 一大堆这种 呃7月啦 sorry 我们7月以来看到很多 6月这些很好看的数字连发 那是真的是有提振 这个联准会这边降息预期 那当然联准会这边官员 也是讲说 哦我们距离降息是越来越近 虽然我听到这个 我觉得有一点像是这个 哦我们当然是 感觉像是驴子前面的胡萝卜 一直掉在那个地方 对觉得说 难道我们会离降息越来越远吗 听起来有点理所当然 但 我觉得这个市场对于这个 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些数字太多 那为什么我对这个东西 没有到那么乐观 我觉得是两个层面的东西 第一个 我们真的第一个看到 就是说始终呃 始终看到在于这个 住房相关的这个粘着度 还是相对高的 联准会最后看的东西 始终还是一个 是核心PC 只是先前有在风云姐节目 跟各位跟各位提过 这个东西 他的这个爆的这个数字 是非常非常慢的 没错 六月的数字 可能要等到七月底 才能够知道 没错 所以市场 大家会一直去看CPI 这些东西 那他里面最最重要的两块 一块是就业好 就业我们看到 slowed down 另外一块是housing housing 他要slowed down 是真的是比较困难 这是第一点 而且我们讲到说 你如果联准会 真的走向降息的话 你housing成本怎么来的 housing成本 他两块 一块是房价 一块是租金 你如果真的降息的话 你能保证就是说 housing这一块 就是说房价这里 他不会跟着往上涨 我觉得这个 我自己是 我自己我是抱歉 他们还是担心 次期房价的上涨 以及租金的上涨 对 就是说 他当然不会造成说 房地产泡沫化 但是他会造成 一般人对于 这些住房 这些成本的这个上升 或是说 他让这个通膨往下 他知道说 他降息的这个开关 一打开 他通膨继续往下的 往下的状况 一定会 一定会没那么乐观 然后我觉得第三点 第三点在于 是在于 激起因素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 就是说 在这个五月六月 这个CPI 或是PC这些相关 能够那么好看 其实主要是 激起因素的影响 就去年五六月 还偏高 但是下半年 已经开始放缓了 是 所以 关于联总会 这里的结论是什么 我认为是说 九月降息 市场拆90% 我也是站在市场这一边 那现在市场非常乐观 我觉得也是其来有自 但是今年到底会不会 如同市场乐观的 降那么多吗 因为 市场反映的就是说 今年会降到三码 所以你看到 现在市场走成这样 你看时间期 公带子利率 今天早上看 它就降到 好像4.15 还4.16 它也算是近期降很多 那我觉得 我们看 我们看永远不是看说 现在绝对数字是多少 我们看的是相对 我们现在看的是 市场有没有比 可能核心的 核心的本质 这里更加的乐观 或是悲观 那我觉得现在这里 是稍微乐观一点点的 就是说 就联总会 还有货币政策这里 所以你并不 你认为 九月降息的几率 确实很高 是 但是市场现在 已经乐观认为 今年会降三次 你觉得这太乐观 你认为应该是 一次的几率高于三次 那么一次两次 是最乐观的了 对不对 算是比较合理的乐观 这个是有关于 降息预期 那会不会因为 降息预期过于乐观 而有过于激烈的 风格转换 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 科技股的部分 当然 因为今天凌晨 我们看到 我形容说 这简直是 科技股的大屠杀日 对不对 你看到七大科技公司的 跌幅都相当的重 像这么一致性的跌幅 是很少见的 纳斯达克呢 一口气呢 他的这个跌幅呢 达到了百分之二点七 这个跌幅也是 近几年来 一天之内最大的剧烈跌幅 这背后有几个因素 一方面是拜登的 中美科技大战 可能要更加的激烈 而且剑指荷兰跟 日本的这些盟友的公司 另外呢 川普对于台湾的保护说 这个保护费的这个说法 也让美国的投资人很惊吓 那这样子他买台积电的ADR 会不会受到影响 这一些都是导致 科技股大跌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科技股涨多了 似乎也是原因 所以你怎么去看 科技股大屠杀这件事 我觉得最主要还是 凤欣姐刚才讲的那个 科技股涨多了 对 我们自己对于科技股的 这个基本面整体 其实还是相对看好 就是说这个是 这个是最基本的结论 我们认为美股之后 走的一个比较理想的情况 会是科技股跟这些 其他非科技股七头并进 只是说两边成长的速度 不会到说 像今年以来 就是说科技股一直独秀 一人救全村这样的情况 因为你如果一个族群跑得很快 另外一个族群跑得稍微慢一点 那你其实你长期来讲 两边势必会 势必速度会比较接近 只是到底是前面的 跑得比较慢 还是后面也跑得比较快 或是两者都有 那我自己是觉得两者都有 因为我们如果真的从基本面来看的话 科技股的企业获利还是很好看 但是他没有办法一直去维持 我们过去看到的 40% 30%的这种成长 那理由也很简单 因为我们 我们其实看到这些 AI的这些趋势 这些浪潮 他确实是存在没有错 但是他会 他会从受惠的公司 一个阶段 一个阶段的转移 他一定第一个阶段 就是说是从 Innovation 谁发明这个东西 第二个阶段是硬体 第三个阶段再回到说 能够第一步 能够应用他的族群 第四个才是 第三个阶段回到说 我重新去用更好的硬体 然后做出更好的软体 这样的族群 第四个阶段才是真正回到说 谁先去cash这些软体 谁先去运用到他 所以你看这个过程当中 他其实会有一格一格的接棒 那我们会因此讲说 AI趋势 科技趋势是假的吗 我们不会这么讲 只是 你势必没有办法讲说 稍稍几间公司 真的一直长期去领先 这个趋势 以前在尖雅股 我们2017年看过 那他势必其实会convert 只是说这个事情 发生的时间 然后发生的趋势 是后面的上来 还是前面的退 好 那这一些获利 虽然人就量力 可是成长的幅度 会放缓这件事情 没有错 是一个事实 他会在这一季的财报 下一季的财报 就出现 然后影响到股价吗 因为这 我又不是说 这个现在呢 那个跑在前面的那一些 那一些公司 我相信台湾很多人 都有投资 没有错 没有错 如果我们讲 比较合理的 这个基本面数字预测 那大概可能会在 今年第四季 或是明年的第一季 真的在成长的速率 看到就是说 两边到 就是企业获利的成长 我们现在是预估说 他在这个时间点碰头 只是说股价 通常都是会提前反应 好 所以呢 就因为 这些尖牙的科技公司的 获利成长 跟非尖牙的 公司的获利成长 明年初可能会趋平 那现在会有什么表现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大家回到 98新闻台 财经起传 好 请问现场 我是陈凤鑫 在我们现场的是 现场的是 安年收益成长基金 产品经理 胡伟耀 Jeffrey 那么我们刚提到的是 降息谈完了之后 接着是谈科技股 是不是有一点高估的问题 你提到说 科技股的获利 跟非科技股的获利成长 可能那个成长率会拉平 因为科技股的获利 虽然量力 可是它会缓步的放缓 还在继续成长 但是缓步的放缓 但其他公司的获利能力 就会追上来 你们估计这个 这个打平的点 会在今年第四季 或者明年的第一季 我觉得明年第一季 几率比较高一些 如果是明年第一季 打平的话 那就意味着 原本被低估的非科技股 其他获利还会再成长啊 是 那现在大家追捧 手上几乎人人都有的科技股 也许估值会不会太高估了 这个会形成科技股的大修正吗 我觉得先讲结论 我觉得大修正是不至于 当然我们短期可能会 可能会看到 当然我们当然我们讲说 昨天是这个科技股的大屠杀 然后我们看到NASDAQ 那个一天跌到2%多 这个确实也是近 那个近期很大的跌幅 但有时候我们自己都会开玩笑 想说有时候股市不这样一下 大家都会忘记自己投资的东西是股票 对对对对对 那 我觉得其实可以 我觉得其实可以先分享一个蛮有趣的数据 因为我们现在其实 我们现在其实刚开始 这个美股第二季的这个获利财报周 当然现在才刚开始公布很少的公司 其实现在初步是看不太出什么东西 那我觉得一个很有趣的东西是这样 我们如果就是说看S&P500前六大的这些 就是这种超大型的科技股 它在Q2 就我只看这些前六大 它在Q2的企业获利成长 还有32个percent 对这个算非常非常高 但如果我们 我们单纯看tech的话 我们单纯看tech就是说 我们稍微再放广一点 稍微再放广一点 这个数字是21 所以就是说 你最亮丽的那些 在Q2是32 稍微放广一点是21 然后这个数字 如果跑到Q3的话 就会是18 18 所以其实你看到这个 就是说它两边跑的 这个成长速度接近一致 它会先从就是说 科技股里面先趋近于一致 然后科技股 它也会慢慢的放缓放缓放缓 18然后这个年底是22 这个讲的是科技股 然后S&P500大盘到年底会是15 那这个15 22 大概差不多到明年第一季 就会converge在18左右 所以你讲说18这个数字高不高 其实我觉得18对于 如果我今天有一个年复合率成长率 18其实不算低 只是问题是在于说 我们大家以前习惯的是 50% 60% 然后这个东西降到40 Q2降到30 其他还是高 那我们讲到 我们讲到估值的话 我们讲到估值 我自己认为 其实 如果我们看罗素1000 罗素1000成长 我们当然看罗素1000成长 他的本益比当然是比S&P500相对高一些些 高出一大街来 大概差不多在30几倍 S&P500现在大概 22倍吧 罗素1000成长可能应该33 34倍 那个脑中抓出来很粗略的数字 但是如果我们看跟过去的自己比的话 我们大概跟上一次川普当选 那时候美股最高曾经有冲到大概 S&P500 大概有冲到25 25 26倍左右 那那一段时间罗素1000成长 他高的时候其实曾经 曾经是有 曾经是有到更高 我记得大概是有到差不多 30 38还是40左右 哦好高啊 38倍啊 对大概差不多这个数字 所以如果我们讲说你觉得这个美股这个东西贵还是便宜 当然我们可以从任何一个角度来讲 我们可以找出100个理由说服自己说他很贵 但我们看这个东西看的就是说还是他未来成长性 他未来成长性可能会稍微slow down 然后你可能会觉得他现在价格不是那么便宜 但如果跟过去 如果跟过去的自己比的话 其实罗素1000成长 他跟过去自己比还是算是在相对一个有点半山腰的位置 所以我自己是觉得说我们看到修正是有可能 但不至于会真的就是说我们看到每天看到这个血洗这样往下走 因为讲一个最讲一个最简单的结果 我们还是认为美股起头并进 是我们认为说到年底或是到明年年初会有的一个情节 所以呢 SMP7可能修正 是 那这就代表的SMP493的机会了吗 就是蔓延到其他的类股 那哪一些类股的机会比较大 哪一些类股的机会 其实我觉得直接把这个总总统选举这些可能有的结果影响 一些分享 我觉得这个会 这个会比较快一些 因为先前先前我们自己 我们自己内部这样 我们先前我们自己这样内部分析来看的话 川普当选其实整体来讲会比较有利于 比较有利于一些传统的能源 然后这个 然后这个工业 然后制造业这一块 那其实这一块 我觉得他也是符合说SMP 然后非就是 非前七大 剩下493或是494 不管我们怎么称呼他都可以 我觉得是符合这一块 然后 会减税 但是会减税会有一些benefit 但是他的 川普他其实还是有保护主义 他的关税政策会对于说 如果我的这个营收是来自于海外 或是我有比较多的这个成本是来自于海外 其实还是会有影响 其实在这一块大概 在这一块的话 对于就是说S&P500这边有的企业 其实大概可能还是会有个 国内营收为主的企业 他会跑赢国外营收为主的企业 我们过去看 大概他会跑赢大概9%左右 相对的这个 相对表现 也就是说 有可能国内他会跑 国内的他如果涨19% 那你国外营收就涨6% 就是说我跑赢 就是他会跑赢的大概9%左右 所以他相对比较不利 跨国企业 对相对会比较不利 对于在美国自己内部的国内企业 也是相对比较有利的 那他当然相对可能他的规模就不会那么大 他可能就处于中小型为主 对 但我们自己 我们自己的观点是认为说 这一次川普的 讲到好像一副 他已经笃定当选一样 如果川普当选 那我们认为这一次 其实他对于这个市场 或是说政策这一块 相关的影响以及力道 当然这合理的估计啊 这估计也有可能在 今天晚上12点随时被他打脸 那个2016年我们每天都被打脸 被打习惯了 我们我们认为他的力道 应该会比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少一些些 就是说整体的这个 整体的这个政策力道 你说关税的力道吗 还是 应该讲说这个财政政策这一块 对 关税然后减税这些 他应该可能还是会照样在做 但是那个时候2016年 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是这个财政政策 那我觉得财政政策这一块力道 可能还是会相对比较少一些 因为2016年 那个时候是有一个制造业谷底反弹 然后那时候美国经济相对比较好 那时候也没有人在care通膨这件事情 那时候他猜疑的是没有通膨 那对于川普来讲 我就是蜡烛两头烧 我可以一边减少我的这个收入吗 我减税 然后 我另外一边我增加支出 他这两边可以同步做 但你可以看到其实他现在 他现在在喊政策 其实他明显对于说减税 低利率这一块 他比较有一点想要让市场自己 照他正常的这个 这些 就讲说 我如果给市场一个很好的低利率环境 我给一个弱势美元的环境 我给一个这个低的税率 你们这些企业就能过得很好 可以看到其实说 因为财政政策毕竟还是要钱的 那美国这个财务的这个状况 我想大家也知道 其实他始终是一个压力 那如果他持续维持这种 低税率这样子的政策 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 他现在如果大推财政政策 其实会跟联总会想要这个低通膨 然后跟他自己想要的一个降息 低利率的这个政策 其实多少会有一点点这种 会多少会有一点点conflict 但是他会照经济规则走吗 这个是一个 对当然这个是我们永远的疑问 那我们我们讲这些东西 永远会保留一个淡数 就是说这是我们就现况来讲 我们合理的推测 我们合理的观点 川普随时可能打我们的脸 那过去2016年那时候 我们也被打习惯了 但从合理的推测来讲 我们是觉得说减税政策 然后低利率政策 这些他有可能会做 他一定会做 对蛮有可能 但我们认为财政政策 对这一块对于经济 经济影响的力道 应该会比2016年那次的任期 弱一些些 好所以呢 前面讲的降息交易呢 这是比较确定性的 但是呢川普交易 其实还充满了不确定性 刚刚提到的 比较确定的 我认为是他在 国内税的部分低税率 对 然后关税的部分 高关税 没有错 这个保护主义呢 加上低税率的环境 这个是他坚持要做的 那么低利率的环境 也是他坚持要做的 当然在2026年 他换鲍尔之前 鲍尔会不会那么的 听他的话 我们可以再观察 他会用什么样的手段 来逼连准会降息 这一点我们可以来观察 然后第三个部分 就是他走弱势美元 他走低汇率 而且他采取的方法 应该是直接跟国外谈判 要求日本啦 欧洲啦 然后中国大陆 你们直接介入 然后呢 直接让你们的汇率拉高 然后我的美元就可以弱势 这一些方向 应该是相对比较明确的 那其他的部分 充满了不确定性 是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我们要非常谢谢 安联会要带来的 一周美股 谢谢 对ön 对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